哈囉 大家晚安 我是湘婷 想先問問大家在幫手機充電的時候 會不會時不時一直要去查看你的電量 到底充了多少電 其實不需要這樣子喔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用捷徑的方式去做設定 讓它在充飽電的時候就可以自動撥飽告訴你 在開始之前不要忘了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的影片就馬上開始喔 今天我們需要用到的免費內建APP 就是捷徑 只有捷徑一個就可以搞定囉 那我們先把捷徑找出來 好 我先找一下喔 好 找到之後我們點進去 選擇中間下面有一個自動化 點進去之後按製作個人自動化操作 然後往下滑 你會看到有三個跟電池有相關的選項 分別是低耗電模式 電池電量跟充電器 今天我們要讓在手機充飽電的時候會自動撥飽告訴你 那我們要選擇是電池電量就是第二個 點進去之後就可以調整你要在多少%的時候會自動撥爆告訴你 那我先設定95 好 調到95% 然後選擇手機充到95%以上的時候會告訴我 OK 點右上角的下一步 好 這時候我們要點選加入動作搜尋文字 好 加入 然後在文字的地方這個文字欄的地方你可以先打入你想要它 就是充飽電的時候要說出什麼話讓提醒你說 讓你知道說已經充飽電囉 那我先打說已經吃飽啦請拔除充電 好 文字打好之後呢按加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搜尋朗讀文字加入 好 這時候我們再按顯示更多的地方 那在裡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調整說話的語數啊 語言啊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是Siri唸給你聽 或者是美加唸給你聽都可以可以自行的去做選擇 好 那我調整好之後呢 可以按右下角的地方有一個播放視聽 那全部都OK之後我們就按上面的下一步 然後把執行前先詢問做關閉 再按完成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那在之後呢 你只要就是充電的時候 它就會充到你設定的這個電量 你就可以自動撥爆出來告訴你說 欸 我已經吃飽囉 已經可以拔除充電器了 另外啊 像是比較後面出的新機種啊 它是看不到電池百分別的 就是在這個右上角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看到你現在還有多少的電量 除非你是這樣往下滑 但其實也不需要這麼麻煩 我們只要透過捷徑設定的方式 只要插頭插上去 就是連接充電線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撥爆告訴你說 欸 你現在目前的電量喔 那操作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簡單 跟剛剛有一點點類似 一樣我們是用捷徑的方式 我們先找到捷徑 然後點進去 選擇自動化 然後點製作個人自動化操作 滑到最底下也是剛剛三個電池相關的 我們這一次要選擇的是充電器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以連接 以連接就是你把它連接上去的時候 那如果是以斷掉連接的話就是你拔插頭 是它會自動撥爆 就是你可以自行選擇 那我先選擇以連接好了 好 以連接 然後按下一步加入動作 這時候我們要搜尋的是電池 選擇取得電池電量 然後再按加 搜尋文字 然後點選文字來的地方 你在下面你可以看到電池電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 然後我們點選電池電量之後呢 在後面打上100%這個符號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上這個100%的符號的話 它唸出來就會只是95 85 就只是一個數字 那你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100%打上去 它這邊唸出85% 95%喔 好 我們打好之後呢 再按加 然後搜尋朗讀文字 點選 顯示更多 然後這邊就跟剛剛一樣 在裡面你可以調整語數啊 語言啊等等 那右上角下一步 然後一樣把執行前先詢問做關閉 再按完成這樣就OK啦 下一次呢 你只要把這個充電線充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撥爆告訴你說 你現在有多少的電池電量喔 今天的充電播報小技巧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會喔 那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科技gimme5這個單元呢 其實它還有非常多的小技巧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湘婷其他的影片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要幫我們分享跟按讚 想要看更多的資訊要訂閱非凡 跟點讚臉書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那我是湘婷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